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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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什麼時候知道這家店了 然後媽媽一起吃 媽媽一起吃 為什麼 台灣料理好 所以 台灣料理好吃嗎 最喜歡的是 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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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 很喜歡 臭豆腐 還有排骨便當 我喜歡 我喜歡 你喜歡喔 對 因為在鳴谷屋可以找到鐵路便當說真的不太容易 那因為現在CORONA的關係 我們也沒辦法回台灣 然後能吃到比較 算是家鄉口味的便當 說真的也很感動 那當然台灣人就是要支持台灣人啦 台灣人就是要支持台灣人啦 台灣人就是要支持台灣人啦 然後主要也是味道真的是跟台灣一模一樣 而且甚至比台灣的鐵路便當更好吃 所以我們就是有空的話就會過來這邊 我推薦鐵路便當因為有回台灣的感覺 太想台灣了 其實我們大家來鳴谷屋已經很多年了 我本身已經30年 最早的時候來鳴谷屋實在說 台灣的東西很少 真的很少 沒有多少間 想吃台灣餵的東西 就得回台灣 要不然就自己做 經過這幾年的洗禮 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在這兒出現 給我們提供了很不錯的場所 大家馬上互相總告 Eckinoya 這是我們現在最喜歡的店 它有正宗的台灣檳榔芋 這是只有日本其他的地方買不到的 對 這是我推薦最喜歡的芋頭米粉湯 這個菜包它自己曬 這麼厲害喔 真的喔 我第一次看到怎麼曬齁 在那邊 在那邊 厲害勒 這樣子我們也吃得很安心 Eckinoya 下面有飯好不好 哇 哇 棒棒 Kinoya的話 剛開始是訂他的台灣肉粽 接下來 因為老闆娘很照顧我們台灣人 然後只要跟老闆娘寄起家鄉的料理的話 老闆娘都會盡量幫我們做一做 所以後來又跟他訂了很多 像是台灣的客家小草啊 土雞龐啊 還有蘿蔔糕 嗯 老闆娘都會盡量付出我們的口味 幫我們做得到 那所以最近他還幫我們拌了一個 台灣的芋頭的米粉 台灣的芋頭的米粉 而且正常還有做米糕 嗯 最近的話就是 比較有名的話就是台灣人鐵路便當 所以對於台灣人的要求的話 老闆娘都盡量滿足我們的口味 所以我們都滿喜歡到他這邊來吃東西 我是康坂的 我叫康坂的 今天是四個五個目的 我們是在這裡 從來來這裡 我們是從來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一年來這裡 我現在是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老闆娘都跟我們一起去 從來自住人街 我來自住人街 從來自住人街 我從來台灣人 昨天都沒有去過 從來自住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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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吃得很適合的食材 我今天吃得很不舒服 我今天吃得很不舒服 我吃了豆乳病 豆乳病非常合的食材 我最喜欢的食材 我最喜欢的食材 是热的水 是热的 那是热的 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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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吃得很薄 我吃得很薄 我吃得很薄 我吃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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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朋友 我今天吃得到 我吃得到台湾的地元料理 所以我吃得到 我以前是台湾人 但我吃得到很像 我吃得到很懐忽 是热的 我今天吃得到很美味 我最喜欢的食材 我最喜欢的食材 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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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derfully 多分 是热的 吃得出 Oj 還有蒸芽 還有正月的前菜 都吃了 芝生是不一樣 有一口不上,有口味 肉也agan吃了 所以有口味 我想在旁向 我都來吃過的 雞肉、餃子 不要也很喜歡 從芝麻 足膜 以為吃很多東西 都很好吃 今天是很新鮮的食材的食材,所以又是很新鮮的食材 日本的茶飯是醬油或是有的材料,所以有很多材料的味道 所以我想要去台湾,我想要去台湾 四年前 第一次到这家店 然后呢 刚开始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便当 他们只是把火锅 就是养生的火锅 然后吃起来非常爽口 对 然后陆陆续续因为这种是关系出院的问题 所以店家都改变成做做鐵路局便当 非常的道地 他非常的正宗 因為他是用地瓜粉 炸的 非常的道地 然後這家店呢 最讓我懷念 然後又很想吃的就是 其實是客家小草 很道地 而且他炒的 炒那個魷魚啊 那個香氣 他說到馬上就 過來了 他真的很好吃 色香味劇 對他真的 就有你講的 Celori啦 魷魚 真的很會炒 真的很棒 最喜歡這一道菜 超級推 很好吃 對啊 然後我先用吧 這樣子吃 真的很棒 對 很好吃 快要掉眼淚了 他會有一點點辣 他加小草魚 他說他的香氣 才會帶上來 然後魷魚就是很厚 很棒 越咬越香 對 越嚼越香 很好 為這個便當來的喔 這個超推 鐵路便當 之前吃的那個 飯活動的那個 台中夜市 名古辦的台中夜市 吃了之後 想說來吃吃看 然後還有那個 這裡的名產 台灣肉丸 肉丸就是 第一名聽說很好吃 還有這個客家小草 必點的東西 所以今天特地衝過來 隔壁這位達人介紹的 蛋糕老師 這蛋糕老師 對 幫我帶過來的 很開心 來到這家這麼 家鄉味 非常的開心 能夠吃到家鄉味的這個 便當 對 名古比較少的這種 類似比較 媽媽的味道的那個 東京算很多 然後大白也很多 這個可以外帶 再外帶一份回去 一定要外帶 對 我現在今天本來想來吃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下一次再搭過來 今天啊 今天實在是太幸運了 那個感覺今天 如果不是去潘老師 裡面做蛋糕的話 可能也不知道 有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那個 雖然我去過台灣 但是呢 這個豬排好像是第一次吃 但是真的很好吃 你看我都吃完了 謝謝潘老師 然後我還順便帶一份回去 給我老公吃 因為我老公也是 經常去台灣出差啊 他們也是對台灣特別的喜歡 無論人何事啊 還有美食 風景都很喜歡 還有我們家女兒 然後她想找個台灣的男朋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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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這樣 她說她要想找這家 想找台灣的 而且呢 像我們小時候 看那個瓊瑤河 陳凱仁都長大 啊 就覺得台灣是一個好浪漫的地方 地方 真的是這樣 然後台灣的男人也比較好 女孩也長得很漂亮 所以第一次吃到那個豬排飯嗎 第一次 那豬排飯真的是這一次吃的 就是挺好吃的 還很害怕 真的是挺好吃的 嗯 這很棒耶 這原份 原份 我覺得也都是一種原份 就是四年前就是跟這個潘小姐一樣一起來追加吃飯 對 然後 因為接下來就生了兩個小孩 所以已經快要四年沒有來這裡 然後最近因為控肉奶的影響 然後又回不去台灣 所以其實在這邊吃得到加上味 是很感人的事情 對 然後在民谷其實台灣的料理 台灣人開的料理其實沒有很多 然後要吃到很正宗道地的 其實這邊是很不錯的選擇這樣 然後她的控肉飯跟排骨飯 真的都跟台灣賣的味道很相近這樣子 對 自己有嘗試做啦 可是做不太出來 所以其實 再加上帶小孩做馬路的話 其實在這邊 有外帶便當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對 然後小孩子也可以 帶來這邊 來熟悉一下台灣的餐廳這樣子 對啊 她很想吃 對啊 她很想吃 對 她現在吃得很滿足 對 哇 她真的很開心 對啊 她這邊還不錯 還提供自助的飲料機 小朋友可以 享受 享受 然後她有 不苦不鬧的 對 然後冬天她有給熱的 熱茶 在這邊彈化 然後有一點 那個小茶可以飲用也不錯這樣子 茶 小孩子哭了就 小孩子哭了就是那裡 小孩子哭了就是那裡 再給她一點點再回來這樣 對 而且她的環境主要是她清得很乾淨 所以你也不怕小朋友亂摸亂摸這樣 尤其現在在衛生館裡這麼重做的時期這樣子 對 差不多三年前 我在明古屋吃到的第一顆肉掌 就是 剛開始我就覺得說朋友要拿 肉掌給我吃的時候 我第一個回去的話就說 我不要吃 因為我只吃我媽媽包的肉掌 然後朋友就說 哎呦你幹嘛這樣子啊 反正你人都在國外了 就是 可以多多吃一下 就是解解 香醜這樣子 我就跟他說 好好好 那既然要解解香醜的話 我就跟他說 好吧 那他們的肉掌怎麼賣啊 什麼什麼這樣子 他說其實你可以試試看耶 他們真的是南部種 或許跟你媽媽的味道是一樣 南部種跟北部種還是不一樣 我那時候就說 好吧那就買兩顆 結果一個台灣媽媽 她就非常非常的很熱情的去分享 我說那這兩顆就送給你吃吧 你吃吃看 如果你覺得很OK的話 那我再給你王子 然後你再自己過來這邊買 然後當下我就收了 這兩顆的肉掌 然後一吃之下呢 驚為天人 就是人家所說的一事成主顧 嗯就這樣子 然後唯一跟我媽媽包的不同 就是它裡面有包那個菜脯米 我們其實媽媽沒有這種 就是還是少了一點點媽媽的感覺 可是這種菜脯米點 它是自己曬的的蘆蔔乾 嗯 很到底很好吃 所以呢我們今天 有外帶 外帶 嗯 好不好好吃 好吃 好吃 嗯 好吃 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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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 奶 已經 подход了 pes pton